前段时间 海警部门发布了一则中国海警在钓鱼岛海域展开常态化巡航的报道 报道中 中国海警的2301海警传让不少网友直呼威武霸气 也让民众对中国维护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的勇气深感尊崇 毕竟从2012年日本炒作钓鱼岛国有化激化两国矛盾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中国在这十年里坚持向钓鱼岛海域派前海警船和鱼正船 向全世界彰显了维护国际利益的决心难能可贵 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年的购岛风波 在这十年里中国又是在海警和海军领域如何追赶日本的 因购岛风波这一切还得从钓鱼岛夺船的命运和十年前 日本政客的拙劣表演说起 钓鱼岛又称钓鱼鱼 早在明朝就被琉球国人视为中国疆土 清朝后来也在邻友台湾后继承了对钓鱼岛的主权 哪怕是木默和明治初年日本出版的地图中 也有不少日人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国版图 但随着1894年清朝甲武战争失败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也在后来同台湾一道被割让给日本 绿据时期日本商人古赫陈四郎于1896年 从日本手里免费租借了钓鱼岛 北小岛 南小岛 黄维渝等岛屿用于开发渔产 后来古赫陈四郎的儿子古赫 上次又在1930年以3148月圆的价格 从日本政府手里买下了钓鱼岛等几个岛屿 并一直传到了上世纪70年代 又将其所有权转卖给了日本人立元红行 这就是所谓的钓鱼岛私人领地的由来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 中国本营顺势收回钓鱼岛 然而美军却要求对北纬30度以南的日本海域进行托管 并把钓鱼岛也非法纳入了这一范围 1952年4月 美国在与日本私下签订旧金山合约的时候 又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视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 交给了日本 从此 日本便把钓鱼岛一带看作是自家领土 在岛上修建灯塔和标志 并非法捕鱼 巡逻还是不时有国会议员级别的官僚前去登岛 值得一提的是 所谓的岛主立员红行一家 靠着非法具有钓鱼岛 每年都能从日本政府手中拿到2110多万日远月120多万元的租金 对于中日双方而言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地位非常重要 日本占有了它 不仅会从中国东海划走一大片海浆 还可以掠夺这里丰富的渔业资源 石油和天然气 早在上世纪70年代 中国沿海渔民就在钓鱼岛一带 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发生过渔业纠纷 但在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环境下 钓鱼岛争端处于共同搁置的状态 但在新世纪到来后 由于日方的一再挑衅 在钓鱼岛私自修建建筑物 私意冲撞中国渔船 驢次抓捕中国渔民 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 对于日本的不少右翼政客们来说 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持强硬立场 符合其亲近就帝国思想的价值观 不仅可以让他们树立以新奉国的强硬形象 还有利于获得更多的选票 为了给自己的党派和执政提高人气 野天嘉宴截胡了石渊圣太郎的计划 以日本政府的名义 在2012年9月冬佑20.51日元月1 66亿元的价格从利元红行手中买岛 美其名曰将钓鱼岛国有化 这便是购岛风波 依触由日本政客策划 购买他国领土的荒唐闹剧 在实验野田主岛的这起闹剧中 中方始终保持了寸土不让的态度 反复申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并多次派遣渔政船和海警船 在钓鱼岛海域巡航 并将护航、巡航转向了常态化 中国政府在经济、政治上 也对日本采取了一定的反制措施 中国民众也对对日本 非法占有钓鱼岛感到愤怒 但当时的日本并没有收敛的姿态 依旧我行我素 继续侵害着中国的合法权益 那么日本当时哪来的底气 对中国如此强硬 不,日本哪来的底气 日本的底气 无非是基于以下几点因素 第一个原因 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实力非常强大 中国当时还难以抗衡 其实 比起海自的舰艇 中国渔民和海警 渔政部门在钓鱼岛海域 更容易接触到的是 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海监船 当时 海上保安厅一共有1.2万多人的编制 450多艘舰船 70多架各类飞机 是一支准军事化组织 受防卫大臣的间接领导 战时有美军指挥 有很大的权力 他们不仅可以负责积拿走私 偷渡 潭雷 水上执法 还可以直接对进入钓鱼岛的中国公民实施抓捕 保安厅的舰船中 仅满在排水量1000到3000吨位的PL型的巡视船就有38艘 其中 排水量2000多吨的飞驼机巡视船 不仅装备了两门速射机枪和反坦克榴弹发射器 还可以搭载一架直升机 这还不算什么 更大的PLH型巡视船排水量都在3000吨以上 最大的接近6000多吨 完全是驱逐舰的吨位了 在搭载机枪 水炮之外 还有一定的电子跟综合指挥能力 且其中不少型号都能够搭载的两架直升机 在执行任务时 保安厅在空中还能得到直升机 甚至返潜飞机的支援 总之 日本海上保安厅是一支装备精良 大型舰船数目多 武装化程度高的组织 第二个原因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实力很强 虽然中日之间并没有因为钓鱼岛争端发生武力冲突 但军事力量一直是这场博弈中至关重要的砝码 尽管新世界后中国海军加快了研制新装备 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但至少在2012年 国际上普遍都认为日本海自裁是亚洲最强的海上军事力量 日本海上自卫队当时有148艘各类舰艇 其中护卫舰48艘 潜艇16艘P3C反潜机85架 舰载直升机90多架 足以组成6个88舰队 而所谓的88舰队的配置 是至8艘护卫舰正一艘金刚爱荡机 驱逐舰正10架直升机组成的大型水面打击群 其反潜和防空都很强大了 不仅如此 当时的航空自卫队还有201架30重工 自产的F15战机和97架F2战机 17架12地狱预警机 可以为海自提供有力的支援 那么当时的中国海军是什么状况呢 2012年的中国海军 辽宁号航母才刚刚服役 对航母的使用经验还很少 航母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形成战力 中国海军当时最先进的军舰是052D型驱逐舰 尽管其性能先进 具备良好的搜索 火控能力 武器系图也远远强过海自的村雨集和高波级 但当时只服役了两艘052C型驱逐舰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其达到了盾舰机的水准 但只有两艘服役 敦吻 导弹垂发坑位也落后于金刚和爱党 至于从俄罗斯购买的现代机驱逐舰和自主研发的51B型驱逐舰 更是无法和海自的宙斯盾舰抗衡 在空中力量上 中国当时服役的三代机和四代机超过了400架 以歼10和歼11为主 具有和日本自卫队一战的能力 而歼16及20这些更先进的战机在当时还没有正式服役 总的来说 当时中国海军和空军对日本自卫队无法在技术装备上实现性能优势 不少人都觉得解放军若要取胜 必须依赖陆基弹道导弹配合海军空军的数量优势 张兆忠在当时也提出了不算核力量 日方比中方海上实力稍强的观点 可见 日本敢在钓鱼岛挑事 也是有一定军力做后盾的 第三个原因 日本相信美日安保条约会发挥作用 觉得美国会站在日本身边 美国在二战后解散了旧日本的军队 对其进行了全面改造 并与日本签署了美日安保条约 确定了美国对日本享有军事支配权的特殊地位 作为同盟 日本在允许美军驻诈的同时 也要求美国按照美日安保条约的规定 在遭到入侵时出兵参战 当时的日本政府坚持认为钓鱼岛是其国土 要求美军承诺为日本捍卫主权 美国当时正在推行亚太在平衡战略 正在积极推动美军重返亚太 加强与日本 澳大利亚 菲律宾这些传统盟友的合作 以遏制中国的崛起 三 奋起追赶的十年 但在这十年里 面对重重困难和挑战 中国并没有丧失斗志 而是支持而后勇 不断提升自身的实力捍卫国家利益 钓鱼岛争端计划后 中国加大了海警力量的建设 推动了钓鱼岛常态化巡航的活动 经过2013年和2018年的行政重组 中国重新组建了国家海洋局 并统合了海警部门的职能 实质成为了一支与日本海上保安厅 美国海岸警卫对象式的准军事组织 海警部门还从海军 以及造船企业接受了一大批新装备 大大提升了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竞争力 目前 中国已经拥有95艘超过千吨的执法舰船 数量比每日的千吨级舰船总数还多 这其中 最新建造的2901海警船吨位 更是达到了1.2万吨 是世界上吨位最大的海警船 其装备的76毫米舰炮 狼艇机枪 两门副炮和两架Z18直升机 足以碾压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任何一艘巡视船 相比10年前 中国海警进入钓鱼岛海域更为方便 基本上能做到一个月一次公开常态化巡航 在军事上 中国加快了海军的建设 对日本自卫队形成了军事优势 中国在2012年后又陆续服役了 山东号航母和075型两栖攻击舰 冤阳 两栖作战能力大大提升 中国海军的052D型驱逐舰也从 2012年的两艘增加到了24艘 此外 中国海军还陆续服役了6艘055型驱逐舰 055的满载排水量在1.2万吨以上 其多达112个导弹垂发抗位 两架Z20F反潜直升机和大量先进导弹的配置 是日本海自的任何一艘驱逐舰都无法抗衡的 而在空中 中国陆续服役的歼20 歼16战机也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无力相争 如今的中国海军和空军 对日本自卫队不仅有数量上的优势 还有质量上的优势 即便是美军想要介入 中国也可以凭借部署在东南沿海的东风弹道导弹形成威慑 让美军知难而退 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十年里 中国始终没有被美日的气势所压倒 中国政府坚持了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申索 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捍卫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有意思的是 当年将钓鱼岛卖给日本政府的所谓岛主利益红行 在2012年9月11日卖岛当天 曾向赵日新闻表示 中国不论做何努力 作为多民族国家 十年后就会分裂 然而 十年过去了 中国依然团结稳固 而发出恶毒诅咒的利益红行 却在2014年便因为肺癌一命呜呼 而那位购岛闹剧的始作勇者石渊慎太郎 也在够岛十年后的2022年2月1日因疑心癌死去 至于当时跳出来向美国示好 搞所谓钓鱼岛国有化的首相叶田家彦 并没有如愿以偿地保住他的内阁和政党 在当年的议会选举中 叶田所在的日本民主党大败 叶田本人也丢掉了首相宝座 给民众留下了执政无能的印象 历史已经证明 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问题上 中国不会退让 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 没有人能阻止中国捍卫主权 偷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 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